我們回到第五節了 這次我們講講這個飛機飛行的原理 第一件事我想問的就是 飛機飛行和小鳥飛行是否不同呢? 差那麼什麼 比如小鳥飛行它沒有一個噴射人群 它真的是靠自己的那個力量 去將一些好像游泳一樣 將一些空氣去撥去 於是就是令隊可以保持向前的動力 但是你可以說它滑翔的時候那個原理 飛機和小鳥飛行是相似的 我就會說 人類什麼時候開始嘗試去了解那個飛行的可能性 我自己見過在意大利的時候 就是達文西做過飛機出來的 但我相信飛不了 但是飛機要飛到 真的要飛到 是要到二十世紀初的 偉達兄弟 是的 是的 中間那個時候有個其實在那個理論上 或者在那個實驗上是做過什麼呢? 這個很有趣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要說 就是將它擺放科學回憶錄的原因 其實在這個回顧飛機發明這個原理的時候 是一個全部機械式的上市來的 是機械上我們發覺它飛得起 於是我們才有個理論後來去補足解釋的 我們一直以為就是說 譬如說很多東西 是我們 尤其是一些機械 物體運動 甚至乎那些火箭穿梭機 不用問 一定就是先有一個理論行頭 那個理論告訴你是可行的 然後你就去飛 就是我們現在習慣一些科技啊 怎麼去規劃呢? 就往往就是理論科學行頭的 但是很有趣 其實飛機這個發明這個過程裡面 甚至乎我會說就算電燈減這些都是 很多時候是trial and error 試試就行不行不行就不行 所以花很多的時間去嘗試 最後找到一個設計是可以的 而那個設計最後是可以的那時候 為什麼是可以的呢? 其實就沒有一個很詳細的認識去知道 就是今時今日我們怎麼去發明那個新的飛機 你怎麼肯定這個新的飛機比以往快呢? 我們很多時候有一些叫封動實驗室的 在說一些火箭啊 有些戰鬥機這些 很多時候就有一些叫軍事機構就有這個封動實驗室 去到可以出到一些超音速的這些這樣的速度來 去吹個風來 去試一下那件的飛成點 就是以往呢 你說的飛機發明的時候 就沒有這樣的設計在那裡的 飛不飛了就試 試一下就行 不行就跌死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很有趣的就是我們回顧一下 在那個了解飛機為什麼可以飛這個原理的時候 我們以為自己很清楚 但是到了我們去嘗試反省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我們是以為自己很清楚 但是原來我們實際上還沒搞清楚為什麼飛機是飛得起來的 我們將裡面的那些因果關係不是擺得很清楚 而同時間我們發現了這個錯誤不是只是在飛機上出現 我們很多時候就在那些譬如解釋船怎麼可以逆風行 而且尤其是一個我竟然特地去找回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朋友在家裡的浴室就不是純粹在廁所門關上的 是直接是要買一塊膠來掛到鏈的 然後你洗澡的時候拉上那個鏈 開個花灑 然後你發覺有一個很討厭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你那個鏈下面沒有東西聚著的話 那個鏈就經常會飄進來你洗澡的那個位置 向內飄的 你按一下它也是這樣的 這件事我就算如果大家可能出去旅行去那些酒店 在浴缸裡面當是企缸洗澡 要拉一塊玉碟的時候 你就更容易發現這個情況 那原來這件事 解釋這些東西的原理 和解釋你的飛機飛行的原理 牽涉到同一種的物理原理 但是我們發覺用這種物理原理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解釋了玉碟 為什麼向內飄和飛機為什麼會飛起呢 原來又不可以完全解釋了 於是引申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原來簡單到一個地步 連了解飛機為什麼會飛得起呢 我們都不透徹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值得在這裡去回顧一下 就是說我們了解飛機怎麼飛起的過程 和中間發布什麼錯誤 那飛機的飛行那個原理 跟流體力學有沒有關係? 絕對是 裡面牽涉到那個流體力學原理 叫做白魯利原理Bernot-Lis Principle 如果大家沒聽過純粹當作一個名字 但是這件事我自己來講 我就在我的儒科的時候學的 就當作是一個流體力學的 一個很入門的Bernot-Lis Principle 白魯利原理 當時甚至乎在我考A-Level的時候 簡直是要出題目的 要你解釋飛機怎麼飛起 以及要你計算一下數 在這個狀態之下 飛機的機翼可以獲得多大的升力 去托起一架機 這樣就要計算這個數 但是現在基本上不會再這樣出題目了 因為我們發覺單單靠這個白魯利原理 是不足以完全解釋 為什麼飛機可以飛起 這個就是到了後來近年 我們嘗試去認真地去做過實驗 去搭配的時候 我們搞清楚 原來飛機之所以飛得起 不是正正是靠因為白魯利原理 提供的那種流體力學生力而導致的 還有其它的因素導致它為什麼可以托得起 所以就是說去解釋飛機去飛起 不是單靠一種的物理現象牽涉在裡面 同時起碼是有兩種以上的物理現象在那裡 才貢獻到飛機可以托得起飛上天空 但是你可不可以首先講一下 這個Bernoulli Principle是什麼呢? 這裏又很有趣 你如果就算去到太空總署 你如果說Bernoulli Principle 飛機飛起的原理 你找到太空總署的資料 它都繼續跟你這麼說的 但是已經有人挑戰了很久 就是不適合了 它就說 你那個飛機的基翼是有一種流線形狀的 於是讓空氣經歷由基翼 飛過了基翼的頂去到基翼的尾 和另外一個空氣是純粹由基翼的底下橫過 中間走過的距離是不同的 它就很喜歡用一個原理就是 你的流線形狀就是說如果大家那堆空氣一起出發 然後撞到基翼要分度揚標 然後最後在基尾要回合的時候 上面那堆空氣一定要比下面那堆空氣走得快 因為上面屈曲了所以它要繞一條彎的路要追回 就是要追回 這樣才能夠和下面那個空氣同時間回合 於是出現的情況就是 上面空氣走得快 下面空氣走得慢 走得快的空氣壓力低一些 走得慢的空氣壓力高一些 所以那個力就要由壓力高的地方壓上去壓力低的地方 於是乎承托力就由下而上就上來了 這個就是Bernon Lee Principle說的東西 有這種效應的 同樣的就是說 洗澡的時候那個浴簾 你會發覺那個浴簾何時會向裡面翻進來呢 就是當你開了一個花灑之後 有人就說你開了一個花灑 花灑的水帶動那些空氣流動 流動的空氣就令到那個區域的壓力減低 於是乎外面的空氣壓進來 於是乎你的浴簾就不停地向內壓 就解釋到為什麼你洗澡開花灑的時候 整個浴簾就向裡面壓 又是Bernon Lee Principle 給出來的流體力學的這個解釋 然後有數計的 Bernon Lee Principle有條式的 於是乎你可以計到上下 由那個上下空氣的速度差 你可以直接計到上下空氣的壓力差 那時候是A-level題目來的 到後來我們怎麼反思到有問題呢 其實現在甚至同我們說 其實飛機之所以升得起呢 很大的程度的升力 不是來自Bernon Lee給出來的原理 是不是就是上面有些空氣走得快 有些空氣走得慢就升得起呢 那有它給了一部分的升力 但是它是給了某一個百分比而已 那譬如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升力 是從哪裡來的呢 尤其是起飛的那一刻 其實原來呢 這件事情其實簡單的很重要 就是大家只需要一下 如果你是隨便拿著一口紙 你橫去飛這樣 你橫向下這樣 那沒什麽了 它就一直劏開那些空氣 但是你試一下如果把它 將那一疊紙這樣打斜這樣掩蓋過去 你動作快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呢 好像那些空氣想阻礙你 阻礙你之餘 還想將你的手勢向上彈下去 其實很簡單的 那些空氣撞到在紙那裏 向下反彈 有個反作用來把你的機型推向上 其實純粹是牛頓第三命律的東西 不要說那個機型是什麽形狀 純粹是你橫一張紙去打斜的時候 已經是 即是你只需要將它一路向前走 就不停地將那些空氣向下彈 其實這裏已經由牛頓第三定律 給了一個的反作用力 是推飛機向上升的 而這個力是不小的 就是在這裏是說用一些 不需要去到A level 什麽是Berloughly principle 也是用一些簡單的牛頓力 已經是說到 就是那個飛機一部份的升力在哪裏 而且這個效應不低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以說用Berloughly principle 完全解釋了那個飛機 為什麽會飛 是的 而同樣也是 在說在那個浴簾的原理裏面 不單止有Berloughly principle 其實就是你開一個花灑 你令到它周圍的那個 就是那些漩渦掀起 大大小的漩渦掀起不同 甚至乎那個溫差也有不同的時候 都可以貢獻到整個浴簾向內飄 所以就是說它去量度這件事的時候 真真正正你要了解到整個空氣流體力量 原來我們發現到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們正正經經講回這個飛機飛行的原理 其實就是現在 我們真的去到當飛機發明了之後 甚至乎是說現在是民航都非常盛行的時候 說的是近幾十年 才重新反思飛機為什麽起飛的問題 然後我們發覺 就是很仔細去當就是 那個叫做白魯利的原理 提供了一部份的聲令 然後那個牛津第三定論 也都提供了一部份的聲令 什麽能夠保持著令到我的飛機 繼續去幫我把空氣向下面彈 就是靠你的噴射引擎 將你的飛機連機帶翼向前推 跟著那個機翼去打到空氣的時候 將空氣向下彈 就有少許像我們游泳去踩水那樣 向下踩的時候去撐高自己 那種原理是一樣的 其實只不過就是 所以其實飛機原來飛的原理就是 跟鳥仔有道具 踩低空氣撐高自己 再加上流體力量的原理 就令到自己維持到那個飛行的聲令 其實這件事應該要複雜多少少 就應該要是這樣 但是有些什麽我都避開會說 其實就是說你那個機翼 它撞到空氣的時候 產生了那些喘流 又減低了你那個提供聲令的效果 那些阻力又怎麽樣形成呢 那裏其實又是另一種課題了 那這個理論的發言是在飛機做了很久才發現的 其實是比較久的時候才再仔細地去問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你知道做工程就是說 究竟我要有多大的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要試一些東西的時候 當然可以能夠基於物理定律的時候 就基於物理定律 這裏又很牽涉到我想起一個 我自己當年很喜歡留意的人物 錢學森他研究這些超音速飛機飛行的時候 他是真的根據物理定律去推導了一條式 來計算一下就是說 在那些超音速飛行的時候 那個機翼受到那種的 就是那種喘流 怎樣去修正等等這些 那一定程度上是基於這個理論的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在一個工程發明上面 實戰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理論之下 是不是和我看到實際的東西一模一樣呢 那於是在真的去整戰機 就是去發明一些飛機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飛行的模型那件東西 放進風洞裡試 然後放很多的儀表 看看裡面的風速 和每一個地方所受到的阻力 甚至乎整個機翼本身 去受到幾大的一個的stress 承受到幾大的壓力 將這些參數記錄下來 哪裏需要加強一些 哪裏最容易斷 那我們就純粹是做的時候 去嘗試去量度出來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數據背後 有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理論去支持 原來很多時候還不是很完整 換言之就是到現在可能 還有很多trial and error 比如舉個例子 比如說 這本身那個金屬結構是怎樣的 都影響了它那個飛行的那個performance 這個絕對是 現在我們有能力去靠近 就是讓這個理論和實際更加靠近 就是我覺得相比於以前來講 相比於發明飛機的時代來講 基本上我們是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唯一的資料就是 你如果能夠利用到樓體力量 駕馭到這個牛津第三定律 你可以令到飛機飛 但是這樣 由這個知識怎樣影響到 實際是怎樣去設計這架飛機 其實是 開頭是沒有一種這樣的關聯 現在我們的關聯就變得多了 我可以說就是隨著我們的科技進步 我們就是想就是 尤其是有了電腦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直接不用做一件事出來 都可以做到是非的效果 這個就是看看我們那個實際的理論功夫做到多少 而在這個建立這個電腦無形無移飛行 使用到實物來去做實驗 在這個嘗試建立一個電腦的實驗的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到我們對於那個了解飛機飛行的原理 原來竟然是有這麼大的不足 就是那種錯誤維持了好幾十年 是拿來出賣這個御科考試題目都敢死 這個我覺得都挺大的教訓 就是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一種 就是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很清楚 但是原來還是一知半解的一個例子 是啊 那你記不記得就是Top Gun第二集 最初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Tom Cruise要試飛機 Dark Star暗星嘛 十倍音速嘛 那如果你做到的時候 其實就在電腦模擬到 就不用Tom Cruise要坐那架Dark Star上去 搞到整個機器都散了 那當然就是說 你在真正找人事之前 你就盡量做這些電速模擬了 這個就是減少你要需要人飛行的次數 還有盡量在正式坐的人之前 你能夠將那些錯誤掌握得最正確 就是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道理 那當然在那套戲裡面 我現在更加實際的時候 以後 以後人都不要 人機 現在實際就是戰爭裡面 我都不明白它沒有人機 為什麼要將它握一個人 沒有人坐去握一個飛機 那這些就是叫做 男人的浪漫 我叫這些叫做 是啊 那如果沒有什麼補充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嗎?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好